优秀的人,不是与生俱来就领先一步,也不一定比别人更加幸运,让步,不是退缩,而是为人处事的原则。 世间的理争不完,争因而孤家寡人,他们中的多数,只是在任何一件小事上,都对自己有所要求,不应舒适而反慢放纵,不应辛苦而放弃追求。 雕塑自己的过程,必定伴随着疼痛与辛苦,那一拳你凿的敲打,终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。 坎坷路途,给身边一份温暖,风雨人声,给自己一个微笑,生活,就是把快乐张在心中,然后,静静融化,慢慢扩散。 人,一定要悟透自己,学会欣赏自己,学会把握自己,学会心疼自己,心在内,也不要纵容自己的脾气。 心在痛,也要取给自己一份清明。 人生,只是一条一花而过的线,我们得到的,以及错过的,都是一个个点,欣喜也罢,遗憾也好,其实都在远去或即将远去。 人生的路,谁都是抹着石头过河,命运的神秘,在于它的复杂性,一生之中,要信号无数人和事。 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,那一招是你一生的主宰。 所以,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,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点。 拥有当下,努力工作,有人问圣人,如果天地间只有三尺,天空几步都是窟窿,百事可雷,低头不是软弱,不是无能,而是一种气度,一种智慧,一种修养,低调处事。 心怀潜卑,在低调与低头中修炼自己,看似平淡,其实是最高深的处事之道,给生活一个微笑,道路还在继续。 不管未来有多远,微笑着走下去,做生活的主人,不做情绪的奴隶,给他人一个微笑,种下一个闪念,收获一种良知,付出一份真诚,得到一份尊重, 传递一份爱心,感受一份温暖,给自己一个微笑,让心情豁然开朗,不为昨天而懊恼,不为明天而迷茫,快乐向前冲,只为未来充实的自己。 有目标的人在奔跑,没目标的人在流浪,因为不知道了要去哪里。 有目标的人在感恩,没目标的人在抱怨,你们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。 有目标的人睡不着,没目标的人睡不醒,因为不知道起来去干嘛。 三年过后,你会发现,除了给孩子优质的教育,你买的其他东西不知道扔哪了。 十年以后,你会发现,除了给孩子优质的教育,你买的其他东西都贬值了。 二十年后,你会发现,给孩子优质的教育,成全了一个意义生辉的生命。 当那些奢侈品被称作旧衣服,那些高端产品被称作过时货,你会发现,给孩子优质的教育,才是永不过时的奢侈品。 教育永远不还价。 不要羡慕别人的成功,那是牺牲了,安逸换来的。 不要羡慕别人的才华,那是私底下的努力换来的。 不要羡慕别人的成熟,那是精力与沧桑换来的,可以欣赏。 不要嫉妒,因为那都是别人应该得到的。 你应该关心的是,你想得到什么样的生活,而你为此又付出了多少努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